各位弟兄姊妹,你們好,我們開始今天的《色經討論會》 我們繼續講到怎樣被聖靈充滿,怎樣可以被聖靈充滿 現在是第四點的,我們那三點就是,第一就是悔改憎恨罪離罪 求主赦免,不只是悔改,是離開罪 第二就是讀聖經,愛聖經,相信聖經,應用和遵從聖經 第四就是信心,相信神是很喜悅我們親近祂的 神很想將聖靈充滿我們的心,是神的心意來的 所以我們可以很開心地去相信,神一定會祝福的 然後第四點就是,盡量長時間用心靈讚美祷告敬拜 整個心靈,靈與魂,全心敬拜我們的主 《經文》是要按福音四章二十四節 《神是個靈,所以拜祂的必須用心靈和誠實拜祂》 還有《詩篇二十二篇》就是三節 《但你是聖結的,是用以色列的讚美為寶座的》 寶座或者是逆作居所 這裡呢,講給我們聽就是,神是個靈 所以拜祂的,敬拜祂的,和祂相連的 一定是用心靈誠實去敬拜,不只是用口去敬拜 不只是用頭腦,而是整個心靈去親近神,愛慕神 那這件事呢,可以說是很容易,又可以說是很難 容易是怎樣呢,就是當一個人有小朋友的心 很渴慕神,很歡喜神,就容易的 難呢,就是因為人是不習慣用心靈的 人是習慣了用思想,和是被自己的思想所限制 所以,很多人是比較難用心靈去敬拜神的 就是習慣了用口,用思想 事實上呢,現在來說,有很多基督教的圈子 他們都是,祷告主要是思想的 處理和神的關係,也都主要是思想的 就是主要是,講到和神的關係 都是講到思想、行為方面的 就比較少是講到整個心靈去敬拜神 那我就,神就感到我把這個心靈拆開為靈與魂 那靈呢,就是我們和神相交比較抽象 那所以,有很多人覺得很難進入靈裡面的討告 那魂呢,比較我們容易明白一些 魂呢,是包括思想、意志、感情 思想的意思就是說,我整個思想完全認同 聖經是對的,神是最好的 神是能夠祝福的 整個思想就是說,我很想和神一起,我很想親近神 是整個思想去認同神 還有有些人,他們那種單用誤性的是不同的 他們單用誤性的那種呢 就是有些人呢,只是好像在一個 就是用思想的領域去講祈禱啊 他只是觸及他的思想的一部分 不是全部 怎樣叫全部呢 就是說我的認知 我的思想認同 全本聖經都是神的說話 神是最美善,神是充滿慈愛 神是充滿大能 他凡事祝福我,所以我認同神是最好的 我認同呢,跟從神的路是最好的 我就全心去跟從神 這一種的思想 還有有些人好像被思想卡住那種 就是有些人呢,只是誤性去親近神 是沒有什麼感性和靈性的 那個分別呢 就是那個思想不代表 整個思想認同不代表 都是一定是好像那些人那種這樣的 單用誤性 那種有限度的誤性 應該是有限度的誤性 那怎樣是全原性的誤性呢? 就是說 當我知道,哇 神這麼好,天堂這麼好 神這麼美善,神這麼大能 他凡事祝福我 所以我的心就會歡喜了 就是這個思想全然的敬拜神呢 就會帶動整個人的靈與魂都去親近神 那這個第一就是思想的靈魂 第二就是意志,就是我決意 既然神這麼好,我就決意跟上神 那有很多人呢,他們信耶穌 他們知道神很好,不過呢 他經常都卡住在他自己關心的東西上 他自己關心的東西 那很多人卡住在家人那裡 我們應該是愛家人的 不過聖經很清楚說到 耶穌說呢 愛父母過於愛我的 不配做我的門徒 愛兒女過於愛我的 不配做我的門徒 那這裡所說呢 就是說呢 我們會照顧我們的家人 但是呢 我們會決意跟從神 因為神才能夠真正祝福我們的家人 但是有很多人呢 就卡住在家人那裡 他就會對神有些怨氣 為什麼神不幫他們 為什麼神不改變他們 為什麼我祈禱這麼久 他們都不信耶穌 因為神會強迫人信耶穌的 神會感動人 但是有些人在拒絕的時候呢 他是不會得到神的祝福的 就是他一直不信耶穌的時候呢 神的祝福不會來到他身上 神的祝福只是透過耶穌基督的救恩 就是當人接受耶穌的救恩 信靠耶穌做救主的時候 他才能夠跟神相連 神的祝福才能到他身上的 就是沒有透過耶穌 神是祝福不了人的 就是不能夠全面性 就是能夠祝福人的物質那方面 供應世人 但是他不能夠全面性供應 祝福他整個生命的 那麼我們就 就是求主幫我們 我們愛家人 但是不是因為家人而卡住 或者因為家人反對我們信耶穌 所以我們就卡住 或者是因為家人的緣故 而愛神是有限度的 心經常都很掛淚 家人揹著他們的淡子 這樣的時候呢 我們就 就是意志就 去了家人那裏 我們的意志就去了家人那裏 我們的意志應該是去神那裏 神是最美善的 我就全心跟從神 聽了神話 神就能夠凡事祝福 那我都再說一次 就是說 當家人不信耶穌的時候 我們代討主要求神感動他們 叫他們悔改信耶穌 他們未信耶穌的時候 他們是不會得到他整個人的祝福的 就是譬如有些人說 神啊 為我家人啊 找個好老婆啦 找份好功啦 這樣 當他們沒有耶穌的救恩的時候 神的祝福是不會臨到他們身上 所以我們祈禱是主要 首先是他們會信耶穌 和我們自己呢 就會傳揚福音了 向他們傳揚福音 並且有好的見證 就是因為有很多人呢 就會叫我為他家人祈禱啊 結婚啊 生兒子啊 健康啊 這些一切呢 是透過耶穌的恩典 但是我們去為人按手祈禱 他接受 我們可以按手祈禱 有人可以在經歷聖靈的時候 經歷到醫戰 但是他不信耶穌呢 他是難得到神的全面祝福的 那 就是我只是想平衡一點 我們不要只追求家人 讓人順利 因為很多人呢 注目是家人讓人順利啊 結婚生兒子啊 健康啊 就是注目在這些事上 神是想我們注目在天國 神的計劃啊 神的恩典啊 好 然後呢 以致感情啊 神真的有很多禮物給我們 神是創造我們啦 他赦免我們啦 差遣耶穌為我們釘死啦 是很大的救恩啊 耶穌是為我們預備很大的救恩 聖靈不斷感動我們啦 是很大的恩典來的 神有很多恩典呢 不斷賜給我們 那我們就感激神啦 哇神真是好啦 而全世界是沒有人好 好像耶穌那麼好的 全世界是沒有一個人 好像耶穌那麼好的 所以我們呢就會好喜悦神啦 我真是歡喜神啦 哇神真是好到不得了 我真是好歡喜祂 我好喜歡祂 我好感激祂 這一種的歡喜呢 是 我希望大家培養 我自己就好歡喜神 為什麼呢 因為我真是好深深 經歷神很多的恩典 我經常思想神的懷疑 我看到神的恩典很大 所以我的心裡面呢 是極度極度的歡喜神的 我覺得神真是 是 就是好到不得了的 是完美 是完全 最好最好的 為我們預備最好最好的一切 那所以呢 在我心中呢 我是很 很感激神 很喜歡神 從我的心靈發出 那聖經也有講到 以神為樂 以耶穌華為樂 就將我們心裡所求賜給我們 以耶穌華為樂 就叫我們成家地的高處 那然後呢 最後就是那個靈 靈是很難去定義的 那 詩篇一百零三篇第一節那裡講 凡在我裡面的也要清重他的聖命 那這個會包括我們的靈 就是 凡在我裡面 包括我的靈與魂 就是整個靈與魂 都去敬拜愛慕神 的時候呢 是會容易 更加容易經歷到神的工作 更加呢 容易跟神有親密關係 更加容易被神去改變 這件事是需要去多做的 就是多做 就是 可以這樣想像 神在我面前 所以在我面前 我很歡喜他 我喜歡他 神真的很好 他在我生命有奇妙計劃 他真的會大大祝福我 我就很感激他 我很歡喜他 我很喜歡跟他一起 有這種的心呢 這個人是很容易被聖年充滿的 他越是這樣投入 他是越容易被聖年充滿的 但是這件事做起來是不容易的 就是 不容易的意思就是 很多人不習慣整個靈與魂 去歡喜神 去感激神 去愛神 很多人覺得 神不是對他那麼好 所以他們有很多負面的思想 那這件事是我們需要去明白 就是我們世上總有苦難 但是有苦難不代表神不愛我們 其實在我人生之中 有不斷的時間都有很大的苦難 但是我在苦難中 我不斷數算神的恩典 我深信神應許一定會成就 我就會在那個時間 我就覺得這個時間就是 讓我能夠去學習 在困難中倚靠神 全心倚靠神 那麼 當我這樣全心倚靠神的時候 經過一段時間 神就會提升我幫助我 解決我的困難 為我開更大的路 那這個就是我們學習 有困難都不要埋怨神 因為神是祝福我們那個 有些人有困難就會說 神你都不幫我 你都不是愛我的 即刻就去到一個位置 就會埋怨神 我就覺得神是這麼多 真是他這麼美善 他這樣感動我們信主 其實就算有些人不是經歷神很多 他經歷到聖靈 感動他悔改信主 感動他改變 這個已經是很好的禮物 那麼我們就 因為這樣的工作 我們就感謝神 神在我心中做工 和神做其他工作 我們都很感激神 那麼我們就會更加容易 去用心靈誠實來敬拜 好 在這個時候呢 我給大家去回應 那麼我都曾經今早有發出訊息 就是請你回應與這個有關的 關於靈與魂去親近神 愛慕神 感激神 這一方面 你的有什麼問題想問 或者是你有分享 不過我們首先給那些發文 有人想發文的可以 可以開聲發文 那我就說過這裡不用舉手 那就是誰先開聲就先說 阿二牧師 我以前都是五性禱告多 真是聽了你的教導之後 我現在開始覺得 真是要用靈性禱告 好像你今早開始 我覺得你都是用靈性 來唱詩 來到親近神 這樣我也跟著做 很好 感謝主 多謝你的分享 其實大家有時候 你會留意 比如我開始 上 Zoom之後 有時候我還要做些東西 那我就會問你們有沒有想問 有沒有想說 然後沒有人發聲 我就會唱歌 這是我的習慣 我很喜歡的 享受神 從心靈的深處 喜歡神 因為在我的心底 我是很喜歡神 我很感激神 我覺得世上沒有一個人 沒有一個人 及得神那種的美善 而我們所有 世上有的美善 都是從祂而來的 所以我的心 是非常之感激祂的 有沒有人有問題 就是說 這方面你覺得難做的 可以出聲 就是說 你的困難在哪裏 或者是 分享 關於這方面 我想問 靈感激神愛神 和魂感激神愛神 之間的差別在哪裏 魂呢 為什麼要用魂先呢 因為魂 我們容易明白 世人都有魂 思想 大家都知道什麼是思想 意志 大家都知道 感情大家都知道 但是 靈是當我們 從生的時候 信主的時候 從生的時候 神就叫我們的靈 復生了 因為起初的時候 我們是死在罪惡破犯之中的 那 魂呢 就說 我們 用我們的感情 就是已經是強烈的 就是整個思想意志感情 已經是 在魂的領域 是最強的了 那 去到靈那個領域呢 就是我自己 形容 就好像 發自我的心靈的深處發出 但是其實都是有魂的基礎 那大家如果能夠長期用思想意志感情 來發出 我聽不到啊牧師 現在聽不聽到 大家聽不聽到 其他人聽不聽到 我聽到 我們聽到 OK OK 好 那 可能聽不到 要較高一點的聲音 那 就 其實用思想意志感情 就是 全然用思想意志感情 已經很接近用那個靈的了 那 那個靈呢 就是 其實很難去 去定義的 只是說 好像 在我整個人的裡面 我整個 靈與魂 整個人的裡面 我都很喜悅神 就是 全人 就飛到神那裡 整個靈魂都飛到神那裡 這樣的意思 就是這件事是 比較抽象的 那 但是當我們習慣用心靈去敬拜神 我們就會 就會 慢慢會做到的 那我都講講 我初經歷聖靈的時候 我 我怎樣 學到這個靈與魂的討告 其實 當時並不是有人教我的 是我自己呢 當我經歷聖靈之後 這樣有一個禮物 就是我會 我一叫耶穌會震 我回來 我覺得很奇妙 真的很奇妙 我一叫耶穌 我身體會震 那我現在有喜樂 那 那我就 立刻 哇 這麼好的 現在祈禱馬上有反應 這件事也證明是從神 因為我們呼叫耶穌 沒有理由邪靈先走 對不對 那也都在祈禱的時候 我很多時候都會悔改認罪 離開罪 那這些是聖靈的工作 不是邪靈的工作 也都叫我更加感激神 這些都是神的工作 不是邪靈的工作 所以這個震動是出自神的 那我就留意了 我做什麼的時候 我怎樣心靈敬拜 那個震動更加強烈 就是我用這個方法的 去發掘 那我發掘從心底處發出 就會強的 那我自己現在祈禱這樣 我都會發現的 在心底處很喜歡神 很感激神 在心靈發出呢 我就會發覺 那些能力 現在來說呢 我 主要就是那些能力流過 和喜樂 流過 那我容許它震 一樣會震的 不過 因為很多時候我帶聚會 震的不是一樣 那麼好的東西 在人面前 所以我就不去震的方面 我不去放 也都不一定要震才能夠 強烈經歷 充滿的 就是在我心裡很喜樂神 很感激神的時候 我是發覺 神的靈在裡面運行 在那裡流動的 那我就在初期的時候 我就是這樣 就是我在聚會那裡 那我就去用心靈怎樣愛慕神 我就發覺怎樣做法的時候 做得到 那我慢慢慢慢捉摸到怎樣 整個人那個靈與魂 從心靈發出 那我也都發覺從心靈呼叫 是有幫助的 謝謝耶穌 謝謝耶穌 是有幫助的 但是我也都做了一下 我不需要叫出來 我也可以得到幫助 所以我希望大家都 嘗試去做 我不知道有沒有答到你的問題 因為事實上 靈是很抽象的 我們都不需要分得很清 現在是靈靈的魂 總之整個魂向著神 整個整個內律 我們裡面都向神去感激神 去親近神 愛慕神 也都離聚 求主耶穌幫我們離開聚 遵從神 神是喜悅 神就會臨在我們身上 有沒有回答到你的問題 有啊很具體 謝謝 多謝你 我都再分享一下 昨天我為一個人 他來到的時候 他都未信耶穌 他說我 我信有神 不過我不知道耶穌是不是神 那我跟他解釋之後 我是感覺到他 我都看到他的眼睛有少許紅 我感覺到他有些感動 那接著我 聖靈就感動 我叫他 自己用心 和神去 聊天 去溝通 神啊 耶穌啊 你是不是神呢 還有說 耶穌啊 你真是好 你讓我知道你是神 求你赦免我的罪 求你救我的靈魂 我感謝你 我感激你 我歡喜 找到 知道誰是神 那我就叫他這樣做 就是他的靈開放 因為他的心很特別 這個人很特別 他說呢 我 我賺到錢 我都不覺得開心 我有女朋友 我都不覺得開心 我裡面是有一種空虛 我很想找到 怎樣可以整個人開心 啊 覺得裡面呢 那個靈有空虛的感覺 那我說這個東西是好的 神放在你的心中 讓你尋找 怎樣的方法 可以人的靈裡面有滿足 那我就跟他講這件事 那我就見到他有一種渴慕的心 他就渴慕神啊 很想神將這種恩典放在你身上 那我 我是感受到他 他是很感動的 那之後呢 我就叫他 分享啦 講出來啦 那他就講到 就是說 平安、興省啊 舒服啊 整個人都舒服了 還有呢 看到 一個光明的人在他面前 那我就 鼓勵他 你用心靈 親近神 神就回應了 那 就是 給他看得到 他自己親近神 神都回應的 那我之後為他按手祈禱 他經歷更大 但是再後期 我又讓他自己去 呼求神先 親近神先 我又叫他自己 叫一下耶穌先 那當他做了一段時間之後呢 那我先過去跟他祈禱 就是讓他知道 他自己祈禱 都可以經歷到神 那這個是 我可以的時候 我都會用這個方法 譬如 有機會我為一些 教目 如果他願意我幫他 祈禱 我都會首先 他自己 怎樣整個心靈感激神 愛神 寬理神的心態 來去親近神 讓他先去 如果他能夠自己經歷到 那就更加 說服性的 對於他來說是說服性的 OK 好 還有沒有人有問題 或者是想 分享 關於這方面的 OK 如果沒有的時候 我們用祈禱結束 多謝天父 我們一起 叫做站起來 放鬆的人 很感激神 我們學習感激神 其實呢 每一件事 我們都可以感激神 吃東西 我們可以感激神 神做的食物 真是好吃 神的靈真是好 神是很溫柔 感動我們 神是充滿喜樂和愛的 就算自己沒有經歷到喜樂和愛 有其他基督徒經歷到 我們就感激神 就是說有人經歷到 我也有一天會經歷到 這個是我們可以有的信心 當1998年安卡羅為我按手的時候 他那種 即是他身上帶著一個恩膏 我就說 如果他可以有 我都可以有 因為這個是神應他 我們都可以有四年充滿的 那我就是 憑著這樣的信心 就去多親近神 那當然 因為我主要 我是神呼召 我是主要教導 所以我用很多時間寫東西 就不是好像有些 報道家用很長時間去祈禱 還有他們都找到一班人 跟他一起一天 聖年充滿 那他的恩膏是會加強的 那但是 因為這個不是我主要的呼召 所以我就不是 就用了這些時間這方面 我主要的呼召是去 教導和訓練和寫作 去幫助更多人去經歷神 那 就是我都 就是希望大家有這個信心 有人可以祈禱這麼多人經歷 雖然現在來說 我就是說 我經歷的聖靈因高 在我身上的聖靈因高 不及於好像安卡羅 有些人那種這麼強烈的 神的同在 但是 我都看到其實是挺強的 都是幫助到很多人的 那大家就渴慕了 我很想更大被聖年充滿 有一個渴慕的心 我們一起去親近神 也都學習用長的時間去親近神 親愛的天父 多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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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親愛的聖靈 你真好啊 你來到我們身上 更新我們 改變我們 加力給我們 是一個很大的禮物 我們歡喜你 我們感謝你 我們讚美你 我們以神為樂 神是我們的喜悅 我們喜悅神 歡喜神 多謝天父 多謝耶穌 Hallelujah Hallelujah 神啊 我歡喜你 神贊美好 神獎美好 神賺美好 神賺美好 神贊美好 你對我 讚好 神贊奇妙 神真奇妙,神真奇妙,你对我真好,神真可爱,神真可爱,神真可爱,你对我真好。 多谢天父,多谢耶稣,耶稣你真好啊,耶稣你真好啊,我要为愿众主,你大爱,我要为愿众主,你大爱,我要为愿众主,你大爱, 我要为愿众主,你大爱,我要为愿众主,你大爱,我要为愿众主,你大爱, 我要为愿众主,你大爱,主耶稣你真好啊,主耶稣你真好啊,主耶稣我们欢喜你,我们感谢你,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有你做我们的父亲真的好啊,神你照顾我们真好啊, 圣灵的感动真好啊,你供应我们真好啊,你提升我们的生命真好啊,你会提升我们的生命去到更高的层次,真好真好啊, 神你会将很多礼物赐给我们真好啊,多谢天父,赞美天父,感谢天父,神的大恩真是好啊, 我们好感谢你,我们欢喜你,我们整个灵欢喜你,耶稣你真好,真奇妙,主耶稣真奇妙,主耶稣我救主,真奇妙,哈哈哈哈,行正见, 尔桑听,清楚在圣经记命,主耶稣我救主,真奇妙,哈哈哈哈,主耶稣真奇妙,住耶稣真奇妙,主耶稣,我救主,真奇妙,哈哈哈哈,行正见, 尔桑听,清楚在圣经记命,主耶稣我救主,真奇妙,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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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多谢耶稣 多谢耶稣 主耶稣真可爱 主耶稣真可爱 主耶稣我救主 真可爱 眼睁见 耳睁听 正出在圣经记命 主耶稣我救主 真可爱 主耶稣真可爱 主耶稣真可爱 主耶稣我救主 真可爱 眼睁见 耳睁听 正出在圣经记命 主耶稣我救主 真可爱 多谢天父 主帮助我们每一个都 轻散放下重担 充满喜乐来到神面前 真的想到神的恩怜 我们就欢喜快乐了 就不要介意任何人对我们的伤害 不要介意自己以往所有的不好的遭遇 所有人对我们不好的东西 我们都不需要放在心上 不需要反复思想这些东西 我们有神这么好 这些补足了我们所有的缺欠的地方 补足了所有人对我们的伤害 因为神会给我们的 我们就感激神 多谢神 有神的喜乐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我又借喜乐 哈哈 主耶稣知及我 我又借喜乐 哈哈 主耶稣知及我 哈哈 我又借喜乐 哈哈 主耶稣知及我 哈哈 我又借喜乐 哈哈 主耶稣知及我 我又借喜乐 哈哈 主耶稣知及我 被世界所持 被世界所能持 奪去 哈利路亚 我又借力量 主耶稣知及我 哈哈 我又借力量 主耶稣知及我 哈哈 我有借力量 哈哈 主耶稣知及我 被世界所持 被世界所能奪去 哈利路亚 哈哈 主耶稣帮我们 放下了些重担烦恼 不需要背着的 不需要背着 因为人能把我怎么样呢 有些说 帮助我 我必不懼怕 人能把我怎么样呢 诗篇118篇第六节 没有人能够 拿走神的恩典祝福 好似约室 被他的歌出卖 但他们不能够 抢走神的祝福 反而他得着更大的祝福 所以我们深信 在神里面 有很多恩典 神一定会将 很多礼物赐给我们 我们听神的话 尊重神 爱神 服事神 全阳耶稣基督 建立人的灵命 神一定欢喜到不得了的 神望着我们 就开心到不得了 神一定喜欢的 我们就可以放心放手 神啊 你一定喜悦的 你一定欢喜的 我就欢喜快乐 多谢天父 多谢耶稣 我们可以轻轻松松 释放我们的灵 主要释放我们的灵 叫我们完全的轻松 释放我的灵 使我能敬拜你 释放我的灵 使我能赞你命 释放我的灵 使我能赞你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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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心爱你 我心爱你 阿里路呀 咱们耶稣 我心爱你 我要永远中主 你大爱 我要永远中窗 你人爱 我要永远中主 你人爱 主耶稣帮我们 天天都享受你 天天都欢喜你 耶稣帮我们的灵 耶稣帮我们的灵 我享受你 我享受你 亲近神的美好 亲近神 享受神 爱神 喜悦神 多美好 我们就可以很平安 兴盛 所有人的问题 都可以放手 所有经济问题 都可以放手 所有任何问题 都可以放手 如果真的问题这么大 我们就上天堂了 真是离世 人最怕的事情 死亡我们都不怕 我们什么都不需要怕 神帮助我们 什么都不用怕 我们 有人对我们的伤害 有什么所谓 有人激我们 有什么所谓 这些其实都是无所谓的事 我们不用放在心上 我们不介意人的伤害 我们就全心感激神 爱神 享受神 天天从你得力 多谢天父 感谢耶稣 教主帮我们 天天活在喜乐之中 从你得力 并且荣耀神 当我们满有喜乐的时候 我们的生命 我们的喜乐 就会荣耀神 我们的说话 会荣耀神 后主更新我们 改变我们的生命 哈利路亚 哈哈哈哈 多谢耶稣 感谢耶稣 荣耀归给你 感谢主 赞美主 祈祷奉主耶稣 圣名阿们 哈哈 多谢耶稣 多谢耶稣 今天有没有人想分享 你祈祷的经历 因为我带着这个祈祷 我今天特别帮助大家 去如何投入 和欢喜神 又充满喜乐 有没有人想分享 牧师 觉得你这样唱灵歌 很好 真的不用头脑 哎 顺着圣灵的大灵 哈利路亚 赞美神 是很好的 好意释放我们 感谢主 多谢耶稣 荣耀归给主 哈利路亚 还有没有人想分享 有时听一听 我都会分心的 但是又回去 这样又进入了 是的 到了很投入的时候 真的会有震的 这样 真的涌出一种开心的 好 感谢主 好 还有没有人想分享 我觉得个人很放松 还有个身子真的自动去摇动 那就是你唱圣诗的时候 真的和神真的接近了 还有个人是轻松了 放了 不知道你明不明白我说放的意思 是的 是 感谢神 感谢主 是的 我当然明白什么叫放 因为我整天都是放的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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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的厄是容易 我淡是轻散的 神是会照顾一切 所以我们可以轻散 每天都喜乐 保罗都讲到 你们要靠主喜乐 其实这个靠主 是不是一个好的翻译 是英文是 rejoice in the Lord 在主里面 在主的关系里面 在神的关系里面喜乐 rejoice in the Lord always 就在神里面 来到开心快乐 这个就是神的心意 这个已经是神的旨意 神的旨意就是 我们日日活在神的喜乐之中 就有力量 有能够影响力 还有没有人想分享 好 希望自己都快点 可以好像你那样 就是那种 就是你尝试过那种的笑 就是我相信 出自你自己内心的 给我的感受就好像一个小孩子 很天真 很自然的笑 但是就我想在大部分 包括我自己的成年人里面 未必真是那么容易 就是有这种自然的流露 嗯 这个是我们逐步放下的时候 是可以逐步提升的 就是我跟大家分享 我以前很久之前 我有很多恶梦的 我一直逐步逐步是没有了 就是 就是在神里面兴散 就会没有了 因为我小时候 家里离婚 家人离婚 那变了 来到的时候 是很多吵闹 那时候我就开始梦游 和发恶梦 但是呢 神就一直医治我 一直释放我 多谢天父 还有没有人想分享 多谢主 求主帮助我们 都好像小朋友一样 其实 我们尽力 做我们可以做的事 但是 我们有很多事 都不是我们难的范围 别人的事 是他的问题 我们就绑守 不用介意的 这样的时候 我们就不会被他影响了 OK 好 还有没有人想分享 好 没有呢 那我们今天到这里为止了 祝福大家 祝大家同在 我这个 今天那个祈祷 我会将它 抽出来 做一个 录音 放在网上的 我会也都给大家 录音 又会 弄了它做影片 做影片的意思 就是只是加一个 加一个图上去放在YouTube 那大家可以用来听 来帮你去兴散 祝福大家 OK 祝福大家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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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